弦歌声声 唱出赤子深情 乐音阵阵 共赫祖国华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音乐会 美丽中国光荣梦想 29号晚在京举行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首都各界欢聚一堂共同欣赏了音乐会 国庆前夕的人民大会堂 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 19时55分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65年斗转星移 65年春华秋时 在祖国号角嘹亮的乐曲声中 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祖国颂 光荣路 春潮曲和追梦行四个乐章 激励人心昂扬向上 参加演出的文艺工作者用歌的激情 梦的交响 演奏了一曲美丽中国 盛世华商 欢快的管弦乐演奏 国庆续曲 饱含深情的配乐师朗诵 我的祖国 民族风格浓郁的情景演唱 美丽中国 抒发了全国各族人民 祝福祖国生日 赞美伟大祖国 齐心建设美好家园的真挚之情 演唱 美丽中国 盛世华商 美丽中国 盛世华商 抗保卫皇国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我们走在大路上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表达了对革命先辈 英雄儿女的敬意 催人奋进 民心俱力 新出院 报道 新出院 新出院 写福祖国 新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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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v订阅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喜讯道边寨 在中国大地上 希望的田野 长江之歌 旋律优美 大气磅礴 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改革浪潮中团结奋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充满激情的钢琴协奏曲中 施朗颂 梦想照亮中国 将中华儿女追逐梦想的拼搏精神 齐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表现得淋漓酣唱 孝和中国 天要中华 思路彩虹 强军战歌 光荣与梦想 一曲曲《时代之歌》 展现了大美中国 大爱中国的情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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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尽强敌传较量 为总共决心讲床 谢谢父亲为的梦想 小七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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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全场齐声高唱歌唱总播 音乐会落下帷幕 马凯 王富宁 刘延东 刘其宝 许其亮 孙春兰 孙正才 李建国 李源潮 汪洋 张春贤 范长龙 孟建柱 赵乐际 胡春华 栗战书 郭金龙 韩正出席音乐会 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 江泽民 李鹏 吴邦国 李兰青 曾庆红 贺国强也出席了音乐会 出席音乐会的还有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 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 中央军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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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